欢迎各位朋友到来我家杨世平 我是杨宝宝 杨家TV 欢迎各位来加入我的视频 我正在站在这边的就是福智明市 第一郡最繁荣的地方 最繁华的地方 这边所有的一切的最高级的平台 手工衣品 然后越南独特的文化 它这边有的好像是做一个带子 手提带子等等的都有在这边 这边看到这边就是Postcard Postcard它这可以可以接的叠起来的 然后外国人卖起来 把它写名字机会去国家 其外这边的话就是越南的那个手工衣品 上次我有介绍过这边就是水魔化的手工衣品 那这边就是越南的奥带 有没有看到越南的奥带 那这边还有越南的花花了 等等 越南的奥带 注意一下各位要来到越南订越南的奥带的话 可以在这个同期节就是第一军 越南话叫这种Core Strip 它订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再走过来这边看一下 这边这边就是那个专门做定的衣服的 来这边就是尺寸 你要过来定的时候的话 你会挺有种的 这边就是你要来越南订衣服的时候的话 这边有很多的款式要订 定之前的话首先它要两身两身两尺寸 那才是好穿的越南的奥带 那在这边有丝啊有布料等等 那关于价钱的话在这边也可以跟它上套 定做的时间左右是一天左右的时间 你就可以取得到了越南的奥带 这边就非常漂亮的 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个外国人正在这边订奥带 漂不漂亮 哦 能看到 是吗 你要首先订的时候要两身材哦 然后采缝在这边 采缝在这边的台帮你做 做完了之后的话 他就约一个时间 一天的时间在这边可以订得到了 那价钱有关的多少 看你的布料是多少钱 然后在这里 看你要订什么布料 那这就是越南的奥带了 越南的奥带就是越南最出名的国府 很多款式穿起来的话 这边你看穿起来凶凶的 然后胸部提起来蛮的大 你看这个外国人刚刚订的一件衣服 多么漂亮哦 来看你的身材 但是要凉哦 不凉的话 你的身材的话不行哦 穿不适合的 这就是越南独特的奥带 来我们继续过来介绍这个东克 Eastrip就是童琴 不知名是第一郡 这边有很多的手工衣品 手工衣品有没有看到 这是水牛角的 这上次我有介绍过 这边就是越南的 这这就是越南的产品了 手工衣品 这个是锦布在在那个山上 我们的这边的小售民族做的 他的价钱也不贵啊 左右是三万三万多块三万多块 左右是美美金一块 多块多多块钱而已 而已来来这边上次 我有在邮政局介绍的给各位的 这边就是越南的手工衣品的最值得买的 这个叫做水墨画水墨画的在越南 他好像这个盒子来装礼品的 他有很多的种做法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他用那个 来我们看 来我们看 破了等等 然后来去雕刻 然后雕刻 绣完了之后 他们就是来再用水洗 洗完了之后 才化成一副 画画了之后再喷上一层七 那这个盒子啊 震水啊 不会泡脏起来的 就是独特的越南的手工衣品 我们在这个地区 都可以买得到 这个小手工衣品了 来大家请各位来去参观一下 这边也是一样 来这个就是他独特画画的越南的越南帽 来越南的帽 越南的国府典型 就是越南的梅 Mr. Saigon 好漂亮 价格也不贵 28万8千 28万8千 600块 左右也是个 十多块美金 好漂亮吗 这边我们继续看 还有很多的越南帽子 好可爱的 小小一定一定的小小越南帽子 我看到 零零零零 这边还有一个钟零零像的 好漂亮的越南帽子 越南的很多的手工衣品 七年品可以买的 这边就是一副越南的绣花了 手工的绣花 两个越南帽 带着两个越南帽 然后七个脚搭车 一幅画 绣花 绣花来 好漂亮 这就是越南的那个乡下的景 农村的景 可以看看好漂亮 它是用手工绣的 手工绣花 来 这个包包都是越南的手工 加工出来的也是值得买 你看好像这个布料 它绣花起来 买得漂亮的 多少钱 没有多少钱买 这又是244200块 左右是4块 11块美金左右吧 这边还有买的很多的布料 产丝布料 这就是越南的产丝布料了 水牛角的树子 很多的东西可以买的 这个碗 这个碗大家也可以值得买的 什么呢 就是水墨画 里面你吃 然后装东西吃的话 它不会震碎的 不会影响 好漂亮 好漂亮 旁边还有一个 好 好怪怪的 也不是圆形 也不是放箭圆形 绵绵 告诉大家 这就是叶子壳 用叶子壳 这个是一个老叶子 打破出来的话 挖出来的肉 它就是用这种的水墨画 来去雕刻 然后铺上一层 好漂亮的一个手工艺品 大家可以值得来去参观 买一买 这边就是越南 来 越南帽 越南斗笠 越南斗笠的话也是满得很特色 很丰富的 越南斗笠 它是一种叶子来做的 我稍微介绍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叶子做的 然后它铺一层一层 然后用线缝起来 手工很精细的 擦上一层油 然后带起来 很遮凉 遮雨 好漂亮的 大家可以买 给小朋友做个纪念品 价格的话也是在 没有啊 价格是三万三千三百块 也只有十一块多美金 可以买得到一个越南的 越南的纪念品 来我们到来 继续过来这边 这就是胡志明市的中心 中心 旁边这边还有绣花 这是手工绣花 独特的一种的物品 非常的漂亮 它非常的细 非常的绣 就是手工的花绣花 过来这边 我继续带各位去参观 胡志明市中心的 同区路 在胡志明市中心 地点 那这边就是路易博特 世界上的品牌 都有集中在这边卖 它现在是五点 已经关门了 我们继续过来这边吧 五星级的高级的物品 还没关门呢 朝着 朝着 那个歌戏院 然后卡罗马尔五星 Hotel的对面 就有一条路 走向市政厅 来我带你们过来 市政厅去参观一下 来请各位朋友走来去参观了 参观越南胡志明市的 帝君的市政厅 参观越南胡志明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